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019年12月13号 我是Grace 据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报道 中国警方于周五拘捕了美国上市公司 开源金融董事长兼CEO李永慧 报告称李永慧是加拿大籍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 12月13号下午 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 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 依法对轻易科技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对轻易科技的实际控制人李永慧 法定代表人申辉等主要犯罪嫌疑人 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并就轻易科技案件投资人信息登记事项 发布公告 公开信息显示 轻易代为美股上市公司 开源金融旗下P2P平台 由轻易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平台于2014年上线 公司注册资本及实角资本均为25亿 法定代表人为申辉 轻易代创始人及实控人为李永慧 同时也是开源金融董事长 河北开源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不过相关工商信息只能查到李永慧为开源地产实控人 此前消息显示 李永慧通过公开信曾表示 自己被限制离境 网贷之家数据显示 截止2019年11月30日 轻易代平台累计借贷余额达84.86亿元 出借人数77,134人 据悉 轻易代为河北省最大的P2P平台 占据河北90%的网贷市场 此前有消息称 河北省金融办对河北省P2P平台要求全部清盘 就在今年7月 轻易代还高调宣布将公司迁往北京 可在不到一个月后 轻易代就深陷对付危机 开源金融多次变卖核心资产 8月6日 轻易代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了李永惠的公开信 开源33.8亿出售北人集团股权 致轻易代投资人、借款人、员工的信 表示将公开出售近拍自己所持有的 石家庄北人集团系列公司的全部股权 总计价值33.8亿元在内的资产 该信称 7月底所触发的挤兑危机 不是轻易代公司经营上发生任何问题 轻易代将承担起平台的责任 积极设法自救 拿出最优质的资产盘活资金 8月21日 李永惠来到北京 再一次向全球推荐开源金融资产 知乎上还有文章介绍 轻易代掌门人李永惠 称上世纪90年代 在多数人还在努力实现小康梦的时候 李永惠的公司已经纳税高达2000万元 他曾在精彩演讲中说 人家从一楼开始爬楼 我是坐电梯 一下跑到31楼去等着你们了 李永惠1981年考入天津大学 毕业后在国企和机关工作9年 并申请加拿大移民 并于1994年回国后开始创业 近日 一段列治文司机的惊悚视频在网上疯传 一辆银四的奔驰车停在了加油站里 虽然已经驶离加油机 但右侧的油箱上竟还挂着油枪 一节断掉的输油管拖在地上 拍摄视频的网友称 这个加油站位于列治文5号路 加Bridgeport的Traveling加油站 12月7号下午 他刚刚加完油准备离开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隔壁加油机上的油枪被扯断了 奔驰车也随即停了下来 就算是加完油不想付钱就跑 也不必如此心急吧 况且加拿大都是先付钱再加油的 也不存在逃油钱的可能 很多人可能会说 这样的状况不是个新手女司机 就是大爷大妈 这次还真的错了 从车上下来的司机是为中年大叔 一脸迷茫地看着远处 似乎不知发生了什么 短短几天内 这条只有6秒钟的视频 就吸引了近4000多人围观 在加油站出现这样的状况 也太可怕了 还记得今年5月份 发生在墨西哥加油站的一幕吗 一位父亲带着女儿在加油站加油 结果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 导致严重的事故 发生在加油站的事故 可能要比马路上的更可怕 加油时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司机在加油前要先用手触摸金属物 释放身上的静电 取下油枪后 最好将其接触一下油箱口 消除油枪上的静电 加油时 将油枪尽量伸入油箱口 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 加油过程中 建议不要拍打或穿脱 尼龙和针织衣物 不要梳头 加完油 不要马上拔出油枪 因为此时 油枪头上很可能有残余油滴 遇到火星容易引发火灾 一般满箱的加油量 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 雷雨天气千万不要加油 一些没有意识的小动作 却事关安全的大问题 请大家一定切记 有着枫叶之国 这一美称的加拿大 应该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国度 因为它近几十年来 吸引了不少中国富豪 移民或者是直接定居 就目前来看 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且仍旧在国内捞钱的富豪 仍旧不少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开了先例后 许多国内富豪纷纷效仿 其中就包括奥克斯老板 郑尖娇和一局夫妇 自今年6月10号 格力电器率先在其官方微博上 实名举报 奥克斯空调不合格问题以来 奥克斯和格力电器之间的 明争暗斗至今都没有一个结果 而在这一争端的背后 奥克斯老板郑尖娇 也为这起争端增添了不少话题 就在格力电器实名举报 奥克斯的第二天 郑尖娇接受了一次采访 并深情地劝告格力电器 这么做是在于 于民族大义于不顾 但说出这句话之前 郑尖娇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国籍问题会因此被挖出 公开资料显示 郑尖娇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 又已经移民加拿大 这件事被清楚地记录在了 郑尖娇旗下三星医疗的招股书上 除了郑尖娇 人们熟悉的霸王洗发水的创始人 陈启元其实也已移民加拿大 不过与郑尖娇那超800亿元 营收的奥克斯集团相比 陈启元的霸王集团 现在的总市值只有3.13亿港元 其实这些选择移民加拿大的富豪都十分聪明 因为就算他们的企业出现了问题 他们也可以套现一走了之 留下一个空壳企业放在国内 现如今的陈启元就是这样 因为霸王集团早已沦为先骨 除了郑尖江 陈启元 国内还有房企大佬也移民到了加拿大 新城控股的背后老板 王振华父子就是如此 对于新城控股 人们或许都还记得今年7月初发生的那件丑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实新城控股早就从那次丑闻中缓了过来 据2019年胡润百富榜显示 王振华父子的身家为280亿元 但据2019年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显示 王振华的个人身家却高达392.4亿元 两种数据相差了112.4亿元 难道是胡润算错了账 实际上这是因为新城控股的股价 早已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涨了很多 公开资料显示 新城控股的股价自7月4号起 就开始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 即使是到了7月9号 当天新城控股的股价也仍旧跌了8.9% 收盘价为28.35元一股 但截止到12月12号 新城控股的收盘价已经上涨到了36.77元一股 这期间新城控股的股价已经上涨了18.16% 虽然王振华已经被捕 但是截止目前 新城控股的最大股东仍旧是王振华 其手中拥有新城控股48.58%的股权 而截止到12月12号 新城控股的总市值为836亿元 以此数据计算 王振华目前的身家为406亿元 由于胡润百富榜的计算截止日期是每年的8月15号 距今已有近4个月 换句话说 在这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 王振华不仅没有损失财富 反而是多赚了126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这还只是王振华股权价值的上涨 除了这一部分的财富外 王振华父子现在每年都可以稳赚21亿 而这一部分的财富来自于无越广场 资料显示 2018年新城控股集团一共实现销售金额 约为2211亿元 同比增长74.82% 并以此数据成功跻身于国内房企前10行列 至第8名 除此以外 去年新城控股集团还新开了19座无越广场 总开业数量为42座 光是这42座无越广场 去年就为新城控股集团 带来了21.16亿元的租金和管理费 换句话说 王振华父子虽然已经移民加拿大 但他们却仍旧能够每年稳赚21亿 且随着无越广场越来越多 这一数字势必会越来越多 不过也有人认为 王振华的这件事 势必会成为新城控股的污点 新城控股今年的业绩或许会受到影响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新城控股的业绩仍旧在不断攀升 其实创始人出事 公司不一定会有事 京东就是如此 在此 如果新城控股真的不行了 王振华父子最后也可以远走加拿大 毕竟他们早已移民 这几天被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发布的2019年白宫圣诞照闪瞎了 宛如童话世界的挂满各种亮晶晶装饰的圣诞树简直是美翻了 58颗圣诞树 2500条灯串 800英尺圣诞花环 还有超过1.5万个圣诞装饰花 225个志愿者从各地飞来帮忙装扮和布置 红玫瑰作为大面积装饰也是圣诞布置的一个亮点 白宫圣诞装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 为了一个欢乐的圣诞节 第一夫人们年年大显身手 梅兰尼风格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奢华 而作为普通人去农场买回一棵种植的圣诞树 以增添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的喜庆 这也是很多加拿大家庭的过节传统 但是很多人可能已经发现了 今年增的圣诞树奇获可居 价格高涨 而且不只是加拿大 整个北美今年的增圣诞树价格都在上涨 所以也别指望美国有更多的货源供应加拿大 今年的圣诞树为啥突然短缺呢 这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10年前的2008到2009年恰逢全球金融危机 成千上万的美国圣诞树种植业者破产倒闭 农民们没有钱购买更多的树苗 导致种植的苗木变少 而圣诞树的生长周期大约是10年 所以到了2019年 供应短缺开始恶化 是一座圣诞树的树木就紧俏了 这也推高了美国对加拿大圣诞树的需求 并给整个欧洲大陆的消费者 带来了更高的价格 RBC Dominion Security的分析师Paul Quinn说 圣诞树的短缺导致树木的价格明显上涨 此外 15年前 加拿大圣诞树种植业者协会 大约有300名成员 但如今已降至约80名 根据美国国家圣诞树协会的数据 一颗圣诞树的平均价格 从2013年的35元增长123% 到2018年的78元 Paul Quinn说 加拿大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 过去5年 圣诞树农场的销售平均每年增长15% 蒙特利尔郊外的佩罗特岛的Queen Farm 今年将零售价提高了10元 好品质的圣诞树价格更贵 有的可能要75元以上 听起来也能接受 但这只是树本身的价钱 圣诞节的开销远不止一棵树 而且真的圣诞树也需要费心照顾 还得每年更换 专家说提高客户对碳足迹的认识 可能会激发人们对天然树种的重新兴趣 天然树种通常在当地生长 虽然花很多年才能长出一棵树 但是树死了可以变成有机肥料 覆盖到土地上 Paul Quinn说圣诞树供应短缺 至少会持续几年 好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